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中国新闻社记者孙航业 我们今天要去做一下核酸检测 做核酸检测之前心里面想过什么 我想过啊我今天早上出门还跟我媳妇说 我说万一晚上我回不来了你该去哪看我呢 其实我主要担心的不是我自己有事 是我们这团队里任何一个人有事 咱其实都选 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了我们做核酸检测的基地 现在还好吧不紧张 如果说到这检测出来阳性的话 大不了咱们就方舱间 有一点点紧张希望大家都能顺利通过吧 我们待会儿呢就跟随大家一起进去看 这个核酸检测到底这么做的 因为我们基卷呢是属于这个高危人群 所以呢就是不会帮我们提取的 他们需要我们自己来提取这个 好的现在我已经拿到了我采样需要用到的东西 然后这个呢就是一个叫做风武安全带的一个袋子 你看呢这个就是采集烟饰子的一个饰管 这个呢就是贴由我姓名二维码还有编号的一个纸条 打开这个袋子我们能看到里面有这样一个一个灵签 然后现在我需要把自己的口罩摘下来 然后伸到嘴里边伸到喉咙的咽喉部 然后让自己感觉到有一些的恶心的感觉 在这个地方进行上下左右的这样 蘸一下你的这个提取布 哇真的是很难受这个恶心的感觉很强烈 OK现在就是把这个这个东西放进这里边 拧上盖子 OK我的恶心点色已经提取完了 现在把它封到这个盖子里边 把它密封好 我把它采完以后 我现在特别能理解那个一线医护人员的不容易 这个咳嗽之下那个唾液就会到处见 所以他们在这个采集过程当中应该是真的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把这个放到有干冰的箱子里面 放到里面现在有很多了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整个咽嗽子的采集过程 今天这些咽嗽子就将送到 武汉的火眼实验室进行检测 明天我们就能知道 我们的核酸检测是阴性还是阳性 大家好 我们昨天做的核酸检测 今天结果已经出来了 非常高兴地告诉大家 我们所有人的核酸检测都是阴性的 也就是说没有人感染新冠病毒 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了结果 我们去告诉一下其他人 看看他们是什么反应 昨天我们核酸检测的结果出来了 通过了 好可怕 既高兴也觉得很平静吧 高兴是为大家的平安感到高兴 平静是觉得我们自己有这个信心 达酸检测也需要信心 嗯 周浩老师结束了一天的采访 我们把今天检测的结果告诉大家 这个结果有代表 难道我是阳性吗 有没有信心 有 必须有 没事的 结果是平安的 大家都平安 好嘞 放心吧 继续加油 加油 武汉加油 如果说我要是真的是 觉得出来是阳性 那么的话可能 应该也是属于情政吧 我觉得应该有这么多的医疗团队在这边 我觉得其实我们心态应该放好 其实不必要那么的恐慌 所以我觉得只要接下来我们在采访当中 做好防护 就是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且在这里的话也是想跟广大的网友说 其实你看我们就是经常包括很多医护人员 他们就是在一些那么危险的地方 可以说是跟病毒就是很亲近的距离 都没有就都没有被感染 所以说大家其实不要那么的恐慌 大家放下 放平心态做好防护措施 相信我们一定能够顺利的足够这次一起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大家 好 大家好